各位朋友,你們好 現在網上很多人都說自己的感受 我都要追上次時代去做這件事 我會說我在這個人生裏面 或者在這個世界上自己的見解 我的出發點很希望可以站在每件事的中間 這件事當然很困難 不想偏妥去其中一遍 因為我們香港已經年多兩年 都活在一個黑暗裏面 香港人分化得很厲害 而且分裂得很厲害 很多人都有負面的思維 我見到我自己的朋友都是這樣 你的朋友都會出現同樣的事 我心裏面在想 其實這個世界是否真的這麼差 是否人類真的要走向你恨我斷 甚至乎致死荒憂的階段 在這裏面 我覺得每一個人 因為我們不是神 每一個人都會犯錯 包括我自己在內一樣會犯錯 到底犯錯之後會不會覺醒呢 我覺得這件事才是我們生活在地球裏面 最重要的一個目標 或者一個目的 大部分人都希望是想做一個比較健全的人 以及一個比較心地好的人 這件事的確是無用置疑的 由第一集開始 我會借一借用 講一講 今天我們香港 蘋果日報宣佈不再印了 我當它是結業這樣說 那到底蘋果日報是否完全錯了呢 那我就不可以說它完全錯了 那它是否完全適合呢 當然它不會完全適合 有錯就必有 有錯就必有對的 好了 但是來到現在這個局面 要令到當權者要它結業 那裏面就肯定是包含了很多的原因在裏面 那好像昨天這樣 那我很多 即是黃的朋友也好 藍的朋友也好 甚至乎有些中立的朋友也好 那都是在講它的見解 但是 只是一個立場而已 沒有解決方法 沒有解決方法 那就是 我自己的感受就是 蘋果日報一出的時候 即是九幾年了 那時候 還沒有回歸 那時候它確實是很正義的 它會講很多 那些貪污 那些東西 會挖一些 在社會上 不多公義的東西出來講 這是在九七年之前發生的事情 因為那時候也是天時地利的 因為那時候 是英國在統治香港 那大家都意會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我們香港最高的位置 是不會見到華人出現的 譬如我們 那時候 在英國統治香港的時候 那些港督 那樣東西 你看不到華人去擔任 如果是 我公平一點說一句 當時是它的證明地 那 由英國統領華人 是正常的 那時候 華人只可以做到第二位 即是政務司 那 好了 一路的紛爭 即是 大家在政黨上的紛爭 九七之前是沒有的 因為九七之前 是不會有什麼特殊政黨 去和這個政治體系掛握的 因為那時候最高的就是 英國人 就是港督 那你下面哪有政黨的 因為你都不需要爭那個位 好了 那九七之後 就在九七之前 即是回歸那一年 建立的政黨 就開始分裂 開始我行我素 開始謀取自己的福利 那這件事當然是 那 因為我現在做人 都做到差不多五十歲 我當然很了解這些情況 如果你建立的政黨 不是為自己謀福利的 我為什麼要建立的政黨 那麼辛苦呢 是吧 理智一點 想一想 在這個世界上 有哪個政府 有哪個政黨 你看清楚些 他們做事 不是為了私下的利益 是吧 所以這個世界才有這麼多戰爭 是吧 好了 你說現在 蘋果出現這樣的情況 其實 他真的在九七年之後 就開始走歪了路 以我的見解 好了 那他為什麼走歪了路呢 因為他 就將蘋果上了市 你知道嗎 各位年輕人也好 什麼都好 或者大家有理性的人也好 或者你都知道的 這些事情 當一個企業上市的時候 他一定要維持股價 這些股東也好 或者是決策者也好 他一定要想辦法 去維持這個股價 好了 接著蘋果 他就做了一件很大的舉動出來 他就 找一些題目 是特意引人去看的 舉個例 由娛樂開始 他開始有些狗仔隊 去追些人 追些藝員 挖他們的倉巴 這件事很容易 很容易做到 因為在藝人裏面 你知道 來自五湖四海 肯定有一個人 讓你挖到倉巴 好了 接著就引申成 廣大市民 又很好奇去看 他就可以維持到一個 觀眾的人數 這個 亦都是 決策者 要做的事 因為他的目的 就是要維持股價 OK 這件事 你說對或不對 在道德上當然不對 因為你都不尊重別人的私隱 在道德上已經不對 但是 如果在一班 自認為自己沒有道德者裏面 這就是為之正常 因為有些人 始終都不是很滿意的社會 甚至乎他很想看一些搞笑娛樂的東西 甚至乎他很喜歡看別人倉巴的東西 但是 就不會看自己倉巴的東西 這個世界 亦都充足著一大班這些人 這件事是世界的秩序 我以自己微博的力量 就根本 不可以說它對還是錯 你說自己對的 那就自己對 好了 在這裏 就會引伸了 少少的問題 開始出現 在 大概一零年左右 電子媒體 就真的全面性 攻陷了整個人類的社會 即是 量子型的社會 已經進入了 正常的 報業 就會受到很大的衝擊 因為在網上 已經成熟了 已經傳播了所有的資訊 這個情況出現的時候 所有的報業 總之它是做報業的 已經去到夕陽時間 這個夕陽時間 還要維持很短時間 更重要 你看到 在現今大部份的 現實報紙 全部都上網 接著現實報紙 即印的銷量 印出來的銷量 就跌到谷底之中的谷底 根本是 完全地不能夠 覆蓋 蓋到一間公司的開支 或者是長遠 已經是沒有什麼發展 好了 但是這班人 他們很聰明 這班做生意人 他們很聰明 他們就要不斷去找渠道 去維持自己的利益 那樣東西 好了 但是 就在這裏出了事 一份報紙 或者他們的同一個集團的人 就開始分拆不同的部門出來 即是子公司也好 或者聯合公司也好 之類 那 他們就和政治掛了勾 那這件事是導致到 他們滅亡的 已經是做了一個基石 在這裏 因為 當你一個機構和政治掛了勾 那你一定是偏妥的 一定偏妥的 例如你不喜歡共產黨 很簡單 那你一定是不喜歡共產黨 對吧 那 好了 但問題是 共產黨一樣可以不喜歡你 對吧 但問題是 他就很聰明地 就會散播一些訊息出來 就教導時下的年輕人 就說 很難聽 尤其是在網上的教育 即是他們散播出來的教育 就是說 如果你和他講一些關附 道德上的事情 譬如很簡單 你這樣想是有些問題 譬如這樣 他就會說你是道德L 因為那個粗口詞 我不說 即是道德L 說你是outday者 甚至乎更難聽的 很多東西很難聽 在這裏 因為 我是一個斯文人 我也不想說他們那些事情 這件事你說對還是錯呢 那一定是錯的 是嗎 因為在人類社會裏面 如果你說大部份人變成 沒有這個社會觀念 沒有道德觀念 甚至乎他們是自己行動 即是不會理會別人的感受 那麼 這個世界 就會滅亡 人類就會滅亡 很簡單 但是你又不可以排除 有些人是想人滅亡的 正正就是好像在香港那樣 就會引伸了一大群的人出現 當中 有一些的確是有理想的 的確是想他的生活圈子 不受外界干擾 但無奈這班人 都經不起 這個量子營社會的衝擊 因為很多東西 在網上已經是分享 是不需要有報酬地 你已經是得到一些很強大的資訊 這班人 到底怎樣生存 你現在看到一些YouTuber 其實都是很少量可以生存到 甚至乎有些是腐甲天下 那些是一個幸運兒 但是現在我所說的 這班年輕人 那他們之後怎樣生存呢 這個的確是蘋果日報走歪了 因為蘋果日報 它散播出來的其中一部分消息 就希望令到這班年輕人 有一種叫狼之野心的想法 就是很容易賺到壞錢 很容易可以富貴 亦都可以令到一班年輕人 是不需要有責任地去做一個所謂的年輕人 其實他們只不過學了少許 是學了西方的少許 我現在說少許 就是 譬如如果這一班人 真的崇尚西方 譬如美國歐洲的民主體制 但為何你不去打針呢 我用美國為例 美國現在由疫情開始 它已經打了七成以上的人的針 是不是 好了 那裡面 你說他們是很喜歡美國政府嗎 不是 或者他們大家很喜歡大家嗎 都不是 這些其實就是一個奠基 因為它裡面 是一個很重要的基石 就是一個社會公眾責任的基石 它在裡面就是無論 比如說 我不喜歡你 你不喜歡我 我不喜歡他 他又不喜歡你 這樣 但是在一個大圍環境裡面 他們可以放下這些東西 希望可以做到一個社會公眾責任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們的民族 或者我們香港人 或者我們香港所有的人 諸如此類 都沒有這種觀念的話 你《蘋果日報》散播那些 所謂的爭取自由 那種東西 我都當它放屁 為什麼呢 如果一個社會 沒有這一類型的公眾責任的思維 你根本上就不可能有什麼 西方的民主政制出現 不可能 只有的就是勾心鬥角 只有的就是這個政黨 跟這一班人又不妥 跟著這一班人又跟政府不妥 結果就只會造成一個沉淪的 叫做戰爭 甚至簡單一點的紛爭局面 那對一個社會來說 在政治系裡面 政治學裡面 這個就是可以造成一個社會的滅亡 甚至如果輕一點的話 就可以將它拖後腿 即將它的發展 一路好像股市一樣 一路射下來 對於這個地方 亦都是造成一個滅亡的先兆 好 跟著 現在《蘋果》走向這一步 其實它是不是真的有收出面的政治獻金呢? 你和我現在沒有證據一手 但是司法機關有 蘋果的自己都有 那我和你現在沒有證據一手 其實嚴格來說 我們是不可以肯定它是否收了 是不是? 但是 它 沒有收也好 有收也好 它現在做的事情 很明顯 就是一個上了市的機構 所做的事情 我解釋給現在的年輕人 你如果不適合聽的話 可以不聽 因為我這些說話 會講慢一點 因為一講錯 很大件事 如果 政府或者共產黨 它很極權 OK 當然 如果偏激的年輕人 即已經是偏黃的年輕人 它就說共產黨很極權 是不是? 我現在這個時間 我扭轉不了你的心態 也沒有必要扭轉你的心態 因為我 如果站在中間人的角色 有這些事件就自然發生 自然改變也好 什麼都好 總之大家找一個渠道 去坐下來談也好 和平也好 我的出發點是這樣 好了 我分析 現在的報業 OK 根本上是沒得做的 但是現在你看清楚一點 以蘋果現在這個行徑和情況 首先 它在之前 上個星期 就會宣佈它停案 然後大家就會瘋狂去買它的報紙 即是廣告商又瘋狂去支持它 然後到昨天 它突然宣佈結業 然後很多人就很瘋狂去買它的報紙 將它奉承一個神的機構 或者是精神領域的機構 這個就是有問題 如果我平心而論 它商家佬做這個舉動 是正常的 如果站在商家的角度 它完全正常 但是大家有沒有想一下 為什麼社會 政府 可以令到它 可以籌集兩次資金 然後 現在好像這樣的局面 就讓它下台風光大撞 難聽一點 事實上也是 讓它風光大撞 好了 你說社會很極權 我看又不是 如果極權的話 就立即拘捕所有人 其實拘捕所有人去審 不難 但是現在就是讓它這樣下台 又要讓它有一個面子下台 又要讓它籌集到資金下台 這樣 即是它裡面有一個過程 是不是 這樣東西 在商業角度 是很正常 但是 在思想領域 我就希望大家冷靜一點去想 到底你是在崇尚一個 什麼的自由 這個自由就有少許問題出現了 即這個理念有少許問題出現 你如果只是崇拜這個機構 這樣 這個組織 就肯定 出現了類似 一個社團的組織出現 好了 如果你是崇尚西方的自由思想 好了 那你就麻煩你 拿回你的公眾責任出來 就不要這麼偏激 大家都不要這麼偏激 我覺得 藍也好 黃也好 甚至乎中間的 左右派都不要這麼偏激 因為大家 如果一天 都是記掛著 哦 這份報紙被人剝奪 哦 我的電影不相信 哦 怎樣怎樣 喂 他有沒有收過政治獻金 在司法機關之後會公佈 歷史會審判這件事 之後的事件 即是之後的時間 之後司法機關發生的事件 他也會成為一個歷史性的代表 這個歷史性的代表 也會和你 心目中所說的那個 正確也好 不正確也好 正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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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會和你定一個界線 這是留給歷史的審判 但現階段 就很希望各位 即是真的 完全地冷靜 到底 這個商業行為 是令到你崇拜它 還是你真是很想追求一個 真正的民主自由 是不是 民主自由這件事 我之後會開個題目去講 因為這件事是很深奧的事情 現在的年輕人 也好 或者年紀比我小的人也好 或者之類之類 你接觸的事情 可能大部分 都在互聯網發生 但現實你有沒有去過 去過看過 是不是 如果你真是想的地方好 如果你抱著 即是懷念 蘋果日報的員工 即是關懷員工的精神也好 其實大家是否應該要有溝通 現在 他犯了的錯 的確是存在的 你不能當他不存在 譬如我自己為例 在這個暴動和這個疫情裡 我自己只是租金都損失了40萬 甚至乎不止了 因為我都算不到數 好 如果你問我 我是否真的很生氣這班人 我就可以跟你說 我的確是會生氣這班人 因為他們真的走錯了 對不對 在我的角度 他們真的走錯了 因為他們令到我損失 如果你說理性角度 我就可以分一分析 理性角度就是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每一件事出現情況的時候 一定不單止是一方面 肯定是多方面發生的事情 從之前的黑暴開始 之前的暴動開始 或者是之前爭取的民主自由 其實都是一個名字 我會很冷靜地去想 到底你這班人 在我的家園 我住在香港 香港就是我家 在我這個家裡 我住在這裡 你住在那裡 但是你是否正在攻擊我家 那的確這班人 真的正在攻擊我家 對吧 那你造成了這麼大的破壞 那這件事 不是建樹 這真是破壞 你不能當一個破壞 發生了 就當它沒有發生 很簡單一件事 我舉個例子 以前日本人 侵略我們中國的時候 真的殺了這麼多人 對吧 那些不是吹出來的 那些是歷史裡面存在的 對吧 然後現在的日本人 就會說 那些是我爺 甚至乎太公做的事 關我什麼事呢 這件事 就是一個批判上的事 甚至乎是理解上的事 那你如果有這種 如果是破壞過 當它不存在 那我可不可以去 把你所有的事都破壞了 我把你斬手斬腳 難聽一點 好了 你當沒有發生過 不會的 對吧 所以這個世界上 很多事 甚至乎在人類的 生存 即社會生存裡面 其實它的程序就是 希望用一些時間 淡化一些事情 希望想到一個解決的方法 但現在香港時下的年輕人 就很急進 他們很想把所有事情 立即去解決 好了 到了這裏 就會出現了 現在這個局面 他們因為心急的關係 因為沒有社會經驗的關係 那它的確是破壞了社會上很多事情 好了 每一個人 都很想自己的家園不會破壞 如果你家裡 或者你自己 是願意被人破壞 甚至被人斬手斬腳的話 如果你是願意這樣做 那你的精神就肯定不正常 你的思維已經不正常 即是偏向毀滅 或者超暴力的情況 即是精神上是有問題 因為你已經不是普通人 你不要以為你很威脅 因為你真的有問題 應該是要求幫助 現在一班人破壞了社會 你不能當它真的沒有破壞 如果你當它沒有破壞 即是我們香港不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即是一個人治的社會 即是你想什麼 你說破壞了的東西不存在 即是你作主 即是你是皇帝 這是不對的 完全是和民主的思維 是完全扭曲了 這個絕對不是民主思維 這個是一個很自私的破壞行為 在這裏 他們必然是要受到制裁 因為出現了這個事件 的確是做過的 在這裏又會引伸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我希望可以開解到年輕人 甚至乎各個陣型的人 其實引致到現在香港這個局面 我就研究了一些資料 很簡單一件事就是 譬如比特幣虛擬貨幣 到底它是什麼呢 技術上的東西 當然有很多人比我厲害 但是裏面有一件事 它的確是存在著的 它是正在對沖 現實社會裏面的股票制度 它裏面持續的全部都是大戶 即是跟現實的股票市場 其實持續的人很可能 隨時都是同一群人 但是比特幣有一個特性 就是如果社會平靜的話 比特幣 要不就跟著潮流上升 如果社會動盪的時候 它又可以跟著社會動盪上升 這樣玩法 因為那些大戶 在社會動盪的時候 它會在現實股票市場 就會抽取資金去那邊 因為其實來來去去都是那些人 細戶我不說 細戶 例如投資一萬幾千億 或者幾十萬那些都是屬於細戶 因為它裏面全部都是大戶 那只是說大戶 那 好了 很多投資者 它會 就像我剛才說 就會抽到比特幣 那些人就可以炒 那就可以上升 好了 接著疫情爆發 暴動各種東西 搞不到 整個社會平靜下來 你看一看 比特幣 或者其他虛擬貨幣 它們可以由五六十元 跌到現在三十元 你可以知道 其實它跌了一半 當然比之前開始潮流上升的時候 就是之前買的時候 它仍然上升了 但是它倒退下來 已經是五十個百分比 那為什麼呢 那些錢去了哪裡 因為平靜的時候 那些錢就回到現實股市 甚至是有些人來抽資 將它等待在那裡買其他東西 好了 在這裡 我就很想說明給年輕人 或者一些偏激的人 我很想去幫你們 即是思維的想法 很想開解你們 即是有些人還是很偏激 他就是說 他已經聽不到其他人說話了 那我很想去開解 當然 我剛才舉個例子 如果你還有一些理性 基本上你是 就算聽不明白全部 都會聽到一點 那 希望你們可以理性一點 其實在這個蘋果事件裡面 這部分是一個生意的伎倆 這個不是什麼民主自由的東西 那些是一個生意伎倆 我希望你們理性一點 放下一些編擊 然後 在生意角度裡面 他是沒有什麼錯的 因為一個做生意的人 他當然是很狠 一個政治家你說不狠 一個生意人不狠 那他怎樣維持公司呢 是吧 怎樣維持社會秩序呢 他一定是很狠的 很多人就會走兩極化 即是藍和黃都好 那些是很極端 那黃那些呢 又說藍那些呢 就很極端 其實來來去去 你不會釋放到自己的 因為已經有牆在隔著了 那 是不是永世都是這樣呢 我當然不希望是這樣 所以希望 可以由我微博的智慧裡面 希望可以分析到一點點東西 可能這些東西大家都會知道 但是腦子有沒有行動到 即是把自己冷靜到呢 那又是另一件事 那我也很希望 真是整個社會 整個體系 不想繼續這樣下去 因為繼續這樣下去 大家在損失著 你不損失金錢也損失時間 在香港你損失了時間 又不是損失了金錢 那也是會損失了大家的友誼 那這件事是很差的事 很差的事 你知道為什麼 很多人很想世界亂 那是因為他有利益所在 就是我們分析一件事 一定要知道 那個最後得益者是什麼 那你知道 每一件事裡面 都有一個得益者 那現在發展到現在這個局面 那到底誰是得益者呢 這些東西明眼人一看就已經知道 當然 很簡單的 美國的前總統特朗普 每個人都很崇拜他 很多人都很崇拜他 應該這樣說 那他那個念才能力是非常之高 你看一下他的家族 買賣那些 不是很常規的東西 然後你看一下他在虛擬貨幣賺到的東西 那的確很龐大 那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得益者 那這些我不批判他 因為他一個 我剛才也說 一個商家佬 你做的事不狠 那怎樣維持自己的公司 你想一下他吃一頓飯 可能也要一萬多元 或者幾萬元 甚至百多萬 或者幾百萬不出奇 那他怎樣維持這些呢 那他一定是很狠的 那這些 如果站在商家佬的想法 那他當然是正常的 但是如果站在被剝奪那個 那一定不正常 就是等於 一隻貓 他是喜歡捉魚的 那在捉魚 看隻貓 那他一定是怪物 那這些事情 我很希望大家冷靜點去想一想 想一想 我出發點 很希望我們香港 還是生活在香港的人 不是想著走路的人 或者是移民的人 因為我的心理角度就是 你移不移民 走不走路是你的自由 不過在我心理角度就是 你能離開香港的 即是說你的心 不是完全屬於香港 但我是 因為我移民 不去其他國家 即是不去 因為香港真是我家 我會 我盤出來的心態 都是很希望 真心屬於香港的人 我無論你是男 還是黃 也好 或者是中間線也好 我希望大家 就少些 真是少些仇恨 少些 有些人 幾十年的老友都會反目 少些這些事情 因為這些是違反了 一個人性 一個善良的人性 至於你說 我會不會 聖上魔鬼 我告訴你 我不會的了 因為 魔鬼帶來的東西 真是大部分都是破壞 大部分都是一些好壞的習慣 這個我們之後說 免得這麼長 免得離題 那麼遠 所以透過這段影片 我很希望 可以為大家 可以冷靜地去分析整件事 你說會不會違反國安法 之類的事情 在這裏 我真是很想衷心 和同一班年青人 或者是年長編擊的人 我不管你是哪個陣營 其實 香港也好 國內也好 其實他們是需要一件事 就是你不要無的放置 你提出來的東西 你覺得這件事有問題 麻煩你 想一個答案才可以提出來 中國人也好 黃種人也好 都希望是這樣 所以 我現在這段影片 是絕對不會抵觸什麼國安法的 因為 我真是很希望 想到一個方法出來 是大家有一個共融的畫面出現 當然 我這個很微博的力 有很多人可能是 或者是聽不明白 又或者是聽不入 又或者是不喜歡 這個是你的自由 就是各下的自由 我在這裏 結尾就是很想重新一次 我這段影片 希望帶給世界 有些和平的景象出現 因為我已經很厭倦 那些戰鬥畫面 你說在卡通片裏看當然是個人 在戲裏看當然是有趣 但是在現實上 我覺得是不需要出現 尤其是如果大家都覺得大家對 更加不需要出現這些畫面 因為這些畫面 肯定會破壞 其他人的福利 利益 甚至傷害他人 這是 極度不好的事情 好 顧問論點 在這裏 多謝大家 聽了我這麼久的說話 下一集見